很多人担心学生沉迷电脑会影响正常学习 不过有一家知名的电子公司与阅读文化基金会合作 在各地推动智慧教室 将课本转换成平板电脑 黑板变成电子式白板 为学童打造出创新有趣的数位学习环境 崭新的智慧教室里 学生们人手一台平板电脑 有的低头专心找资料 有的三五成群分组讨论 有趣的数位学习环境 洋溢着学生们的反手声 我觉得有平板会让上课变得更有趣 大家都很喜欢平板 那这样子上课他们会觉得越来越有趣 比较专心 有时候老师会出就是回家查资料 可是呢你如果在平板上直接都可以查到的话 那就可以教 就是可以让老师教更多东西 有这样的一间智慧教室 不仅是在拔尖上面 我们可以扩大学生的一个学习效果 那另外在服务上面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科技软体 那整合 然后透过不断的练习 然后提高弱势小朋友的一个学习兴趣 电子公司提供30台平板电脑 75寸触控式电子白板和专用课桌椅 才使用一个月学生已经得心应手 在启用典礼时还出题和来宾互动完抢答 透过游戏方式让上课不再单调乏味 除了硬体设备之外 那它上面最主要是有一套这个三星的这个互动 学习的一个教室管理平台 那里面能够提供小朋友跟老师 有更方便跟及时的一个互动的一些设计 数位化教学设备结合翻转教育 让师生透过有趣的互动教学 引发更多教育学的火花 新团两台电视林秋霞台湾新竹报导